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去收拾桌子 回来看了一眼手机 我直接懵了 公司大群里全是问号 你疯了 你他妈发大群里了 死党又是打字又是语音电话 现在撤回肯定来不及了 就说我对他一直有仰怒之情吧 你他妈好好看看 你发的是霸道女总爱上我爸 我们敬爱的总裁大人 右手扶着脑袋 左手无意识地敲着办公桌 领导 我就是开个玩笑 我错了 那什么 接下来就是恐怖的停顿 这娘们说话就有这个特点 你永远不知道 他下一个字会什么时候说 你把你爸叫来 他妈的啥玩意 真是给我屁股抽成八半 我也没想到 这娘们会说出来这么一句 上一次被叫家长 好像还是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让你把你爸叫来 领导 我错了 我真就是开玩笑 瞎说了那么一句 没真让你爱上我爸 我妈还健在 老两口感情可好了 碰 他气得一拍桌子 我他妈让你爸过来 给我好看看 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玩意 我尴尬地笑笑 等候老总的发落 我也不是什么不讲道理的人 我了解他 他一般这么说话 下面就要开始不讲理了 不会因为你在群里发了那么一句话 就给你小鞋穿 说吧说吧 这次又准备给我什么款式的小鞋 扣你工资绩效也不至于 显得我心胸太狭窄 这是肯定比扣工资要严重 兴尘那个客户你知道吧 去了好多人都搞不定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是兴尘 我看你能力比较强 脑子也灵活 尤其是打字速度特别快 反讽了反讽了 他开始反讽了 这个客户就交给你吧 解决好了 这事就算翻天了 快说解决不好呢 不会是要开除我吧 解决不好 那就是你的能力还有待锻炼 就换个地方好好锻炼 我就知道 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贼他娘的棒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我感觉我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这是我百分之百能做成 总裁呲笑 那好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确实有一个 如果没办法完成任务 我这是算被辞退呗 能开离职证明吗 能开 现在就可以开 不不不 我先试试 您总您忙着 我滚了 您总怎么发落你的 昨天和我发微信的死党 一脸吃瓜的表情 还他妈不是因为你 关我什么事 不是你我能他妈发错群吗 我们公司那个霸道女总姓宁 叫宁宁 也不知道她爹给她起名字的时候 找哪位大先算的 她这人可针对得起她的名字 真他妈您 姓程那个客户就是一坨大傻杯 我们公司好几个业务员都搞不定 她提那个要求就不是探机生物能想得到的 说她要设计一款 要三年之内用户量干过某信 听了我都想给她两巴掌 这类无理的要求 不停地折磨着我们这些业务员和宁总的神经 宁总知道我不可能搞定这个客户 她就是变相让我离职而已 哼 女人 站在信城集团的楼下 我长舒了一口气 确定自己已经想到了万全的应对方案 上了电梯 我们这个需求已经说过了呀 我们就是想设而已 这么简单的是你们公司能拖这么久 不拖不拖 我这不和您来聊意象了吗 上次那个事哈 我们也知道 确实有难度 那个项目已经让我们内部pass了 我们又开会研究了一个新项目 您说我们打算做一款短 两年之内超越某音 就那种有短视频 能直播 用户付费打赏那种的 我点点头 表示理解 这个比上次那个要简单吧 你们保证产品没问题 然后给一个宣传方案 再签个对赌协议就行 不用担心资金问题哈 我们单位有钱 钱都不试试 你有你妈的大茄子 你们公司真这么有钱 直接把某音收购了多好 还能用得上我们 简单啊 简单 对面来了兴趣 对 我给您总结一下 您看您是不是想做一款 以短视频为主 兼并直播功能 主要的收入 是靠用户付费打赏 用户量多了以后 可以在平台放广告 对对对对对 就要 对面点头如捣算 容易 我简单给您说说我的思路哈 我开始详细给他介绍产品的功能 您看哈 咱们平时就找一群小妹妹去跳舞 现在发视频的最担心的是什么 违规呀 把咱们平台的规则就设定成 你不该漏的地方挡上了 立马给他限流 判定他违规 就设定成只能挡脸 这样短视频这一块不就起来了吗 那用户量你都不用担心 别说干过某音了 保证给整个短视频领域的江山都给你打下来 然后就是直播 这样的主播开直播 你说用户爱不爱看 别说用户了 我都爱看 那家伙那礼物 那打赏 那不咔咔的 再就是接广告这一块 我不知道您用没用过哈 当然我也没用过 我就是听朋友说哈 那上面根本不缺广告 打开一个视频 那上下左右全是广告 最后我们的宣传方式也简单 省钱 效果还好 我回头叫上我们公司全体同事 帮您发小卡片 什么火车站啊 菜市场啊 宾馆门缝里 都给他塞上 全方位无死角宣传 到时候把您公司的大名往上面一印 你们公司就算成了 说完之后 我喝了口水 确实渴了 你他妈在逗我 你说的这不吗 和我对接的信承负责人脸都绿了 对呀 您不就要吗 你是不是找事 我把水杯一摔 呦 您他妈的还知道找事这两个字呢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我干净您妹呀 您看看您提的那个要求 还两年之内用户量超过某音 我直接把某某跳动总部 给搬您家去得了吧 也不知道您家到底是个什么传统 怎么生孩子 把孩子扔了 把胎盘留下来养着 我看您发育的有点缓慢啊 小时候掉毛坑里 把脑人淹入味了吧 保安 保安 您也别叫保安了 我自己走 就您这样的客户 小心打个哈欠 把自己家的大厦给炸了 以后多喝牛奶补脑 少吹牛逼伤身 再您妈个见 从信承的总部出来 我尝出了一口气 好他妈痛快 这孙子公司 我早就想骂了 回去和宁总交差吧 爱他妈咋地就咋地 反正他都想开了我 滚蛋之前 必须得让自己痛快一回 到了公司 宁总正接电话呢 表情比较丰富 时而皱眉 时而惊讶 时而憋笑 时而惆怅 看样子 是接的信承那边的电话 我也没打招呼 推门就进了总裁办公室 拿起他桌子上 没开封的矿泉水 蹲蹲蹲喝了半瓶 确实渴了 信承那边 你就是这么搞定的 宁总盯着我的眼睛 看不出喜怒 不是 老宁啊 说谁老呢 他一拍桌子 不是 宁总啊 就那么个逼客户 你和他扯淡干啥呀 那明摆着是来逗我们玩呢 客户就是客户 能给公司提供价值 提高财报的 都是客户 是 能给公司带来业绩 可就因为这个逼信承 给咱们公司手下员工 都折磨成什么样了 你看不见啊 不说别人 都把你折磨成什么样了 他皱着眉头 没赶我走 意思就是 让我接着说下去 咱们把时间和精力 放在更优质的客户上 不好吗 算了 估计你也听不进去我的意见 反正是我给你办了 我解决不了问题 但我能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你爱怎么处理 我就怎么处理我吧 我把公牌往桌子上一扔 准备去人事部门 开立志证明 回来 您还有什么指示 我说开除你了吗 这 这工作有转机 还有斡旋的希望 这是你不算办成了 也不算没办成 等我给你安排下一个任务吧 得嘞 我乐得像一只二哈 还有 我是听不进去意见的人吗 不是不是 您多虚心内见啊 最后阿谀了一句 我赶紧出了办公室 生怕她反悔 出来之后我才想到 我的公牌还在她的桌上 推开门缝想回去取 发现您总在听信城那边 给她发过来的我的录音 笑得花枝乱颤 别说 这女人笑起来还真是好看啊 回到家里 已经是半夜九点多了 我家离公司有点远 稍微一加班到家 就得这个时间了 我疲惫地把领带撤掉 鞋子随意地踢到门口 仰头倒在床上 终于能休息休息 我这紧绷的神经了 不想做饭 一会儿还是吃泡面吧 其实我是舍不得离开这家公司的 您总有它的缺点 比如强势 比如工作狂 比如不讲道理 但它也有它的优点 不压榨员工 工资高于这个行业的平均值 无险一经 按照最高标准交 加班有加班费 没有乱七八糟的企业文化 任谁来了 都可以说 这是一家非常人性化的公司 这也是我为什么上班距离这么远 还不跳槽的原因 叮铃铃铃 喂 琪琪 琪琪是我的女朋友 家里给介绍的 也在我这个城市工作 亲爱的 明天晚上去逛街呀 好啊 我看中了一款包包 你买给我好不好 好好啊 那明天见 爱你哟 嘟嘟嘟 她挂断了电话 没有一句废话 我看了一眼银行卡余额 撇了撇嘴 减肥吧 今天晚上就先不吃了 我喜欢琪琪吗 应该是喜欢的吧 本地人 长得漂亮 学历高 配我绰绰有余 她喜欢我吗 我不知道 她找我的时候 好像就是那几件事 吃饭 玩 买东西 我也和我爸妈抱怨过 说这个女朋友 我不想谈了 太费钱了 妈妈让我忍忍 说现在谈恋爱 男生哪有不花钱的 等结婚就好了 女人结婚之后 都会过日子 不能这么乱花钱 再吐槽 她就说 实在不行 明天让我爸 给我打几千块钱 应应急 老两口岁数大了 就想看我交个女朋友 早点结婚 然后生娃 不说别的 人家琪琪 能看得上我吗 就和人家谈结婚 闹了吗 这不是 叮 线上打卡成功 加个班吧 把没做完的方案做了 这个月得多赚点钱 不然下个月都吃土了 没错 我们在家办公 线上加班 也是有加班费的 打工狗就是这么苦逼 到家就加班 宁总居然私了 我给我发微信 呃 也没什么事 做做方案 那你为什么 不在公司加班 哈 这女人什么脑回路 我回家加班 给公司省水省电 不好吗 不瞒您说 我也是刚刚产生 加班这个想法 吃饭了吗 这女人脑子抽了 突然关心我 还没 那你出来吧 反正你也是在加班 陪我见个客户 你把信承谈崩了 你不来拉客户谁来 宁总 我能拒绝吗 都是女客户 发地址 酒桌上 我举杯四顾心茫然啊 对面那个大姨 不对 大奶 大姨奶吧 得有六十多了吧 她身后那个是秘书 还是什么人 也得五十了吧 最年轻的一位 坐在我的右边 我妈来了 也得尊称她一声大姐吧 方总 您这个老年人用品行业啊 未来是趋势 现在老年人多 您的生意肯定也会越来越好 宁总 您客气了 但我现在就担心 老年人一般都不用互联网啊 智能机啊什么的 这点怎么办 这一块我们产品部门已经研究过了 直接把系统植入硬件 但硬件不难操作 点几个按钮就能下单 还能呼叫上门服务 很简单 等样品出来了 我带给您看看 我看着宁总 一脸的问号 不是 你为什么叫我来啊 就这几个老奶奶 有的还不喝酒 就喝酒的 还能怎么着 别说挡酒了 我就敬酒 都怕他们嘎酒桌上 宁总 这你自己完全搞得定啊 叫我来干啥 我小声嘟囔 怎么 不乐意 你就说是不是都是女客户吧 是是是 这一点您确实没骗我 但我着实不理解呀 没什么不理解的 饭店离你家近 这一桌菜 不比泡面好吃 我承认 那一瞬间我眼睛有点红 就在我准备说点什么 誓死效忠 豪言壮语的时候 这位是我们公司业务人员 小高 以后就让小高和你们对接 小高 这人可灵通了 对产品又熟悉 有什么事 各位就吩咐他 什么玩意 什么产品 虽然我毛线都不知道 但不可能冷了宁总的场 起身 鞠躬 敬酒 干了 一气呵成 什么情况 宁总 这家客户意向不算那么强 交给你了哈 搞不定 滚蛋 我没开玩笑 不是 宁总 这一群老阿姨 我怎么搞定啊 我不擅长啊 怎么搞不定 你长那么帅 你不上谁上 没看人家看你眼睛 都放光了吗 好吧 那一瞬间的感动 当然无存 你奶奶的 你别叫宁总了 你叫杂种吧 这是让我牺牲色相 拉客户 和客户对接了之后 才发现宁总当时 应该是和我在开玩笑 这家客户宁总 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就差产品讲解这一块了 而这一块 确实是我的业务 客户也不是在意我的色相 看重的 还是我有没有专业能力 那天 他真的就是叫我 出来吃饭而已 感动是感动 但这娘们确实没有放过我的意思 把公司所有不好搞定的 费脑子的 费心神的客户 全都交到我手里了 我天天一个头两个大 看见您总都得躲着走 你什么时候下班 快了快了 回公司简单做表就可以了 你那什么破工作 都十点了还不下班 这不是赚钱吗 再说了 有加班费的 多赚钱好娶你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我呸 谁说要嫁给你了 你有房子吗 彩礼准备好了吗 我爸可说了 必须市中心一百平方米以上的房子 全垮啊 我家可是配送一辆奥迪A7呢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我手机没电了 你早点叫叫 回头聊 挂了电话 看着缓缓驶来的末班车 叹了口气 公交车灯闪烁的一瞬间 天空飘起了小雨 没空感叹这雨夜的浪漫 也没空悲哀与中人的凄凉 只恨自己为什么出门没带伞 到了公司 灯居然还亮着 我擦 我们公司可没有什么加班文化 除非是万不得已活没干完 不然谁能在这熬到这么晚 不会是进小偷了吧 我捏手捏脚地进了公司 发现亮灯的是宁总的办公室 门开着 可能他也不会想到 这个点会有人回公司来吧 既然他在 刚好做个汇报 也让这娘们看看 老子为了公司 都奉献到什么程度了 宁总不知道 在给谁打着电话 言辞很激烈 这情况我肯定是不敢进去的 我就在阴影里等他打完 我什么意思 你他妈什么意思 什么叫我不适合开公司 我公司怎么了 我养活那么多人 哪一个跟着我吃苦了 我呀 我吃苦呢呀 我他妈可吃了大苦了 我听不到对方说什么 只能听着宁总的咆哮 心里接着话 我的事不用你管 你的破事我也不管 你的钱爱给谁给谁 我也不管你要 咱俩什么事 你有本事就把咱俩的事曝光出去 你看看 是我丢脸 还是你丢脸 这是 和谁吵架呢 这怎么听着越来越不对呢 我擦 赶紧撤吧 这是我可不敢听啊 又是捏手捏脚的往回退 没走几步 那以后 我没有你这么个爸 你也没有我这么个女儿 碰 宁总的电话从屋里飞出来 正好砸到我的脑门上 给我砸的都腾出了眼泪 在看屋里 她蹲在办公室墙角 呜呜地哭着 应该是没看见我吧 我现在走还来得及 但是看她那小小的身影 还真有点可怜啊 捡起地上的手机 我进了办公室 宁总啊 她抬起头 看着我 你怎么还不下班 你也受委屈了吗 没有没有 那你哭什么 被你手机砸的 我把手机递还给她 那个 我不是有意偷听哈 既然是家事 我也不好说什么 你还是控制一下情绪 明天一早得开会呢 眼睛肿了不好 她擦了擦眼泪 用手摸了摸我的额头 又揉了揉 你怎么知道 砸的是头 这包都有馒头大了 扑斥一声我笑了 她看我笑了 她也笑了 没吃饭吧 请你吃饭 那一晚 她喝了好多酒 好像是找到了一个 可以发泄的树洞 该说的不该说的 她都和我说 你一定感觉我生活得很幸福吧 不幸福吗 事业有成 不缺钱 也不缺地位 屁吧 她家里确实有钱 她有公司 她爸爸有公司 她哥哥也有公司 妥妥的上层人士 但是她爸爸不希望她做生意 就想她安安稳稳 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嫁了 她不服气 什么年代了 凭什么女人就不能做生意 凭什么以后就得她哥哥继承产业 她是一个要强的女人 就想着把我们的公司经营起来 给她爸看看 证明一下 女人也是可以搞事业的 但她的阻力非常大 她哥哥的公司 经常拆她的台 她爸爸也有意无意地排挤她 经常给我们公司使绊子 导致我们公司 现在也不温不活的 有钱人的世界我不懂 我就感觉 不愁吃不愁喝 有着好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呢 躺在家里啃老 不幸福吗 你是不是感觉 我有病 有点 我就知道 没人会理解我 所有人都不理解我 唉 我实在是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我要是有她这么多钱 也不会被琪琪看不起了吧 宁总 你喝多了 我送你回去吧 我扶着她出了饭店 在马路边上拦车 唉 这是不是你们落下的包啊 我回头一看 服务员手里 拿着宁总的黑色包包 我赶忙过去接 这一松手 宁总迷迷糊糊地走向马路 一辆黑色轿车 不知道是没看见 还是怎么着 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 直直地撞向宁总 小心 我激了一下 肾上腺素疯狂分立 想要把宁总拉回来 我躺在地上 痛苦地捂着胳膊 宁总也醒了酒 哭着问我 没事吧 当时情况太紧急了 来不及拉回宁总 最后关头 我只能推她一把 那司机也是一打方向盘 把我撞了 还好 宁总没事 我也没有大事 就是胳膊断了 撞人那个也查清楚了 酒驾 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阴谋 在家休息了三个月 这三个月 琪琪没有过来看我一次 只是给我打了两个电话 说着彩礼和房子的事 反倒是宁总来看了我几回 看我生活不方便 给我买了很多东西 来了也不带太长的时间 都是聊半个小时左右 她就走 除了工作 她也会和我聊聊她家里的情况 让我意外的是 她会经常问我这个外人的意见 我哥的公司 就那个九龙集团 现在把咱们 这限制得很死 阳谋 就是价格战 产品和配套服务 和咱们差不多 降格低了四成 我知道 她只是和我抱怨抱怨 这是我也没办法 她公司底子更足 老爸还会偷偷摸摸地支持她 就是想要赔钱 也把我们拖垮 我皱了皱眉头 宁总啊 他们的意思 是不是就想让我们公司破产啊 对 那为什么要等待破产 咱们自己倒闭还不行吗 什么意思 宁总一脸猛逼地看着我 我发现你把自己绕进去了 宁总我问你 你开这个公司的目的是 为了什么 是为了赚钱吗 那肯定不是 我又不缺钱 我就是想让我爸认可我 对呀 认可这个事 不一定只有把公司做好这一条路吧 那还有什么 还可以把九龙集团做破产啊 这不是难度更大 九龙集团现在做成一单 大概亏多少钱 宁总笑了 这女人真聪明 一点就透 宁总联系了所有的人脉和资源 还有我们公司所有的业务人员 都在做一件事 就是给九龙集团介绍客户 她还花了大价钱给九龙集团做宣传 但凡宣传的再好那么一点点 就算得上是虚假宣传了 她哥哥的公司彻底火了 所有业内的客户都知道了 这么一家赔钱赚吆喝的九龙集团 竞争对手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么一个 强倒重人推的机会 那么大个集团 生生的要扛不住了 而我们公司就是缩紧开销苟着 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已经推倒了 只要我们苟住 九龙集团一定会比我们先破产 大不了我们公司还可以倒闭 留好现金流 等九龙集团破产了 我们再开张就是了 真正的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但效果也是真的好 宁总也是难得清闲 心情好了人都漂亮了不少 我俩会经常出去转转 逛逛街吃吃饭 有那么一瞬间我竟然误会成我们是情侣 是啊 好久没有给琪琪打过电话了 我伤好了之后 她没联系过我 我也没联系过她 哟 这不是我亲爱的妹妹吗 我回头 一个见眉心目的男人 就站在我俩身后 怎么 带小白脸出来逛街呀 你说什么呢你 宁总指着那人的鼻子 那人没看宁总 看向我 我叫宁征 你怎么称呼 就是这孙子一直欺负宁总啊 你好 我叫宁爸爸 吐吱 宁征笑了 转念一想不对 我这一句同样也占了她的便宜 狠狠地掐了我一下 小崽子 口条挺溜啊 我妹妹那个猪脑袋 肯定想不出给我介绍客户那一招 你想的 对 就是你也有我想的 宁征又踹了我一脚 大姐 要么你去那边转转呢 你在这我实在是不方便占她便宜呀 宁征没再理我 宁征 你想干什么 没干什么 碰巧遇到 没想到你还养了个口活这么好的小白脸 我要回家和爸爸好好说说 你别瞎说啊 我正想着怎么能撕烂着孙子这张臭嘴呢 高山 你怎么在这 我回头一看 是琪琪 我陪领导 逛个街 这句话说出来 怎么听怎么别扭 你是不是当我傻呀 琪琪直接把包甩到我的脸上 我没躲过 脸被抽了一下 红红的一道印子 你小心点 她伤刚好 宁宁怒是琪琪 呦呦呦 你个当小三的 敢这么骂人配 你还真勇敢啊 你说谁是小三 宁令都要急哭了 高山 你就是不要脸 你家什么破逼条件你没数吗 我能和你交往都是你上辈子记得 你还出轨 你就不是男人 你全家被车撞死 你他妈说什么 一声怒吼 吓住了琪琪 你 她哭着跑开了 对 对不起呀 宁令和我 道歉 没事 这是不怪你 我摇摇头 一拳轰在宁针脸上 但是他妈的怪你 还好我的伤好了 不然还真个一定能打得过那孙子 宁针有钱是有钱 街头斗的事 他肯定没有我有经验 富家公子打架 一般都是让小弟动手吧 很遗憾 我以前就是经常当别人动手的小弟 这孙子 被我揍得像难产的猴子一样 嗷嗷叫 遗憾的是 我揍得正爽的时候 警察来了 拘留 您应该过来看我 对不起呀 宁针不同意调解 说就让你在拘留所里面待着 没事 不就15天吗 很快就过去了 对不起 都怪我 和你有什么关系 不知道为什么 他看着我那张都是胡茶的脸 哭了 可能是他被这样保护的经历不多吧 哎 你别哭啊 我说 我出去了之后 你可不能开除我呀 那就太不够意思了 不开除 不开除 他捂着嘴 没再说什么 离开了 15天 其实他妈也挺难熬 但放出去的时候 我表现得还挺乐观 宁针应该是看不出来 当天晚上 宁针又喝了好多酒 我也喝了好多酒 他和我抱怨着 他家里那群死脑筋的亲人 还说一定要做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 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这孩子从小是多缺爱啊 执念到这个程度 我拍着他的肩膀安慰他 别人认不认可 你我不知道 我肯定是认可你了 你这娘们 姐妹能处 他醉着说 好 有人认可他就好 他趴桌子上睡着了 看着他的脸 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起了琪琪 我知道 我这回和琪琪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也挺好 一个人真挺好的 回头就和我妈说 不他妈结婚了 一个人就不能过了 还是怎么着 宁针又喝多了 比上次还多 这回我可长记性了 看了好几次墨落东西 背着他离开了饭店 路上我问了 好几次他家在哪里 他什么也说不出来 无奈之下 只能把他送到宾馆 把他安顿好了之后 我就回家了 第二天醒了一看手机 给我弹出了当天热搜 锦号知名公司女总裁和男下属酒店开房 男方疑似出轨 锦号热搜配了几张图 就是我背着宁针的图片 真就是开局一张图 内容全靠边 把我和宁针写得辗转缠连 有声有色 张老师说 对呀 这个专业果然不能学 现在这些个无良媒体 为了流量脸都不要了 气氛是气氛 事情还得解决 宁针不大不小 也算是个总裁 这是闹大了 对她的名声影响太大了 人家一个女人 名声没了以后 可怎么办 就在我想办法的时候 手机又给我弹出来了 好几条热搜信息 宁针用公司的官方号辟谣了 说我和她昨天只是吃了个饭 她喝多了 我送她去酒店而已 当天我们两个人并没有睡在一起 酒店前她还可以作证 我当晚就离开了 而且我并没有出轨这件事 因为我本来就是她的男朋友 你看看 这解释得多好 我还在这巴巴想对策呢 人家都给解决了 不是我擦 我什么时候成她男朋友了 再次见面的时候 宁针的脸一直红着 低着头不敢看我 你发烧了 没 她呢喃着 声音很小 不是 你咋说我是你男朋友 那种事越描越黑 解释是没有用的 我就后面的话我就听不清了 行吧 男朋友就男朋友吧 反正我也不吃亏 我准备离开办公室 她又把我叫住 那个 真是单纯为了应对舆论 我 我没别的意思 她的脸更红了 没事 有别的意思也没事 刚走到办公区 同事们又惊讶又兴奋 看着我的眼神里有热烈 有佩服 有羡慕 有不解 想问我又不敢问 死党可不管那个事 敲咪咪的来到我的工位 卧槽了 你真野蛮 说给收了就给收了 不是 我刚想解释一下 转年又想到 我解释了她也不能信啊 收了收了 赶紧忙你的去吧 再废话扣你工资 接下来的几天 公司同事对我的态度 明显变化了好多 进电梯会主动帮我按按钮 工作累了会帮我打水 订奶茶会给我淡一杯 别说 这种忽加虎威的感觉 还真爽啊 宁宁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还是把最难搞定的那批客户交给我 我还是抱着一贯的工作态度 解决不了问题 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这个傻杯客户 又大半夜11点给我发微信 小高啊 我感觉你这一版方案 还是不太行啊 要不辛苦你再改改 这脑残 就是没事找事 那你感觉 这六版方案 哪一版相对更好一些 我感觉第四版更好一点 我笑了 傻杯 第四版 第五版 第六版 都他妈是一样的 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改 你看没看啊 你这是什么工作态度 猪宝宝 你喝多了吧 我不是你们当位的员工 我什么工作态度不用你管 你想装奋斗 给你们领导看我不拦着 别折腾我好不行 你们公司就是这么服务客户的 我们服务客户 不服务绝户 老子睡觉了 有市民上班了说 群里还有其他同事 还有宁总 明明睡没睡我不知道 其他同事可是炸了锅 纷纷发来私信表示 我对的漂亮 这客户就是无缘无故折腾人 他们早就不爽了 然后有人告诉我 客户连续发了十多条的60秒语音 还连续圈了宁总好几次 我回他们不用管 就当没看见 出了数我担着 在一声声总裁老公霸气的评价里 我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打开手机一看 宁总回复了 我感觉小高说的对 然后就解散了那群 我到了公司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赞叹 高哥行啊 我们都是被客户折磨 你这直接折磨客户啊 这搞定了 总裁就是不一样 身板都硬气了 是啊是啊 我们遇到点麻烦 都是说服领导 高哥 你这直接说服领导啊 我摆摆手 告诉他们 别闹 我知道我自己的精良 估计宁依依也是被那个客户折磨反了 才对他一句 并不意味着我真就是他的男朋友 这些话让他听着了 我吃不了兜着走 叮咚 手机又收到了一条消息 今天晚上我去你那里取我的东西 是齐齐发来的 我看着他收拾着自己的衣物用品 其实他并不经常来我这里住 没想到还是有这么多东西 好多都是我给他买的 包装还没有拆 我帮你送到楼下吧 用不着 他提了两次没有成功之后 我还是帮他拎了下去 你现在行了 帮上富婆 以后好好伺候着 别得罪了主子 我知道 他是看到了那条热搜 我走之前 咱俩算算 算什么 我记得我帮你垫付了三个月房租吧 还有你的自行车我给买的 你的外套 你的两件睡衣 听着他数着给我买的东西 我感到很讽刺 你别说了 直接告诉我多少钱吧 行行行 傍了富婆口气就是不一样 一共十万给钱吧 哪里有这么多 他一撇嘴 怎么 精神损失费不算啊 别忘了 这可是你先出轨 我和你在一起的时间不值钱啊 更何况咱俩孩 你俩上床 你都管他要钱啊 你是出来卖的吗 我一回头 不知道什么时候 宁宁就站在我的身后 不知道为什么 看见他我想哭 宁宁搂着我的肩膀 这个你看不起的男人 我看上了 以后别来骚扰我老公 拿着你的东西滚 贱人 别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 我有钱我当然了不起了 难道像你这样分手要泡费的才了不起 你说谁呢 说你呢 不服气你报警吧 你就是个骚货 我说的 宁宁说这句话的时候 养着嘴角 刘海随着微风一荡一荡的 很帅 我管他要钱 有你这个小三什么事 宁宁大步走向琪琪 他比琪琪高半头 俯视着琪琪 像是俯视着一个乞丐 我知道你的想法 你无非就是想让我说 你开个价 要多少钱我出吗 宁宁笑了 很潇洒 你别做梦了 老娘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带着你的破烂 滚说完就挽着我的胳膊 离开了 哎 果然你人帅起来 就没男人什么事了 那些话 我是无论如何 也说不出来的 谢谢你 宁宁上来给了我一巴掌 当然 他没使劲 猪啊 就站在那里 让人欺负 我有点尴尬 揉了揉脸 打疼了 没 来 亲一口就不疼了 他真的亲了我一口 那一瞬间 我脑袋直接就白了 都官宣了 你是我男朋友 你还想跑不成 这次我真的成了宁宁的男朋友 他表面虽然强势 但骨子里是一个内心柔软的女生 我表面看起来掉铃铛 其实骨子里比谁都像 我俩也算互补 就这样幸福快乐地生活了一年 公司的业绩越来越好 他告诉我 他爸生病了 得回家一次 我说好 他说得带我一起回去 刚好见见家长 我沉默了 他问我 怂了 我说草了 怎么可能 我原来以为到了他的家里 我会紧张 后来证明 我想多了 除了宁宁 恶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别人都好像看不见我一半 我就是个纯粹的透明人 当然 也没人敢把我撵出去就是了 宁宁的父亲病得很重 已经没有办法管理公司了 所以 公司由宁宁接手 还是由宁宁接手 就成了最大的矛盾 两人唇枪舌剑 谁也说服不了谁 宁宁的父亲发了话 一众说得上话的亲人投票吧 最后还是宁征票数占优 宁宁啊 倒不是说你的能力不行啊 主要是宁征和浩然集团的大小姐 已经订了婚了 宁征主持公司大事 肯定更加有利一些 而你带回来这个男朋友 原来主要原因在我这里 我低着头 脸红到了脖子根 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我以为宁宁会很愤怒 谁知道她笑得很坦然 行吧 既然你们都这么定了 那就交给哥哥 我很意外 宁征也很意外 他看着我意外的表情 这回是你把自己绕进去了 我征公司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别人认可我 现在对我最重要的人 已经认可我了 我还征这些干什么 我也笑了 狠狠地亲了他一口 他家的长辈有些尴尬 又有一个人开了口 宁宁啦 还有一件事 就是你这个男朋友 不太合适吧 我们都感觉 你换个门当户对的 对你会更好一点 听到这句话 我怒了 但我忍了下来 毕竟是宁宁的长辈 宁宁却没有忍 怎么 我都把公司给哥哥了 你们还要怎样 这 这不是公司的事 这是 这是个屁 你们这些老不死 管公司就行了 管不着我 说完这句话 宁宁挖着我就走 众亲戚在后面破口大骂 老爷子也被气得直哆嗦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宁宁倒是很老实 什么都没说 出门上了车 宁宁再也忍不住 扑到我的怀里 哇哇地哭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能拍着他的肩膀 安慰着他 他还是希望他的婚姻 得到亲朋好友祝福的吧 没事 我再努力努力 争取得到你家里人的认可 不用 我结婚是我自己的事 他们爱来不来 又过了半个月 一个陌生号码 给我打来电话 是宁针 让我下楼 有话找我说 我也没带怕的 穿好衣服就下了楼 他把我带到一家饭店 叫了一桌子踩 我不知道他的意思 也没吃 你不用这么拘谨 我今天不是来找茬的 我拘谨了吗 他摇摇头 你也知道 家里人现在都非常反对 你和宁针在一起 我知道啊 你也知道 现在家里的公司 实际掌权人是我 我也知道啊 我眯着眼睛盯着他 像一条毒蛇盯着猎物 那个 我想说 我支持你俩 这是交给我 我现在在家权力大 谁敢反对我就弄废他 你他妈真是个好人啊 气氛都轰到那了 我都已经准备爆粗口骂人了 没想到他来了这么一处 看着我疑惑不解的眼神 他解释道 他和宁针的关系其实不错 至少没有别人想的那么糟 他俩就是一见面就掐 言辞可能激烈一些 但感情很好的 宁针心疼妹妹 不想让妹妹从商 太辛苦了 而且他也能看出来 宁针是真喜欢我 我也是真喜欢宁针 而且从上次我揍他那个身手 我大概率也能保护好宁针 这样他就放心了 更主要的是 我把宁针收了之后 她的心思就不怎么放在工作上了 整个人都快乐了不少 说开之后 我俩这顿喝呀 高山的 那个要做软件 干掉某一那个那个公司 是你搞定的吧 卧槽 你找来的呀 可不是嘛 不就为了恶心宁针 让宁针知道这行不好干嘛 谁知道让你给妈跑了 哈哈哈哈 我好奇问一句哈 上次你们公司赔了多少钱 别他妈提了 我那个妹妹是真笨着整死我去的呀 要不是最后我爸拦着她 我他妈哭铲子都得赔丢咯 哈哈哈哈 这是都他妈怪你 就你给出的馊主意 确实怪我 我得自罚一杯 你罚一杯 高山 你就摸着你的良心说句实话 我妹妹适合做生意当领导吗 那他妈适合个茄子 大舅哥不瞒你说 他那个领导当的 真的 给我们都折磨猛逼了 真猛逼呀 大半夜十一点开会啊 最他妈气人的 他真算加班啊 真给你钱啊 哈哈哈哈 真就是我们公司待遇好 招来了不少骨干 要没有那些骨干 真的 没有那些骨干怎么样啊 还怎么样 黄了个屁的呗 哎不对啊 宁正做我对恋呢 声音怎么是从后面传过来的 我一回头 就看见宁宁那略有笑意 还阴森恐怖的脸 公司黄了就黄了 都是身外之物 你才是我永恒的爱 他这一个大嘴巴子 差点给我牙抽飞了 随后宁宁也加入了酒局 和宁正聊着他们 小时候的去世 和我聊着我 刚来公司员工对他的看法 我看见宁宁那张微醺的脸 霸道女总终于爱上我了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